就是挺挺像他的 所以就想去找他 但可能昨晚也不是太合适吧 因为可能喝了八加一可能不是太合适 可能也 但是可能好像我说了什么 我也忘了说了什么话了 就是好像我说了 就是对他有一些 好像是说了对他有一些爱慕的话 具体我就也大概 大概我是说了一些想保护他的话 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个点 我就是我觉得我很欣赏他 然后也很心疼他 所以就是从内心里面想去保护他 就是想去保护他爱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 所以昨晚可能喝多一点了 然后就吐出来了 然后本来也是也可能 也不是想现在太早跟他说 可能昨晚喝多了就吐出来了 哇 怎么能力又多了 什么啦 好像好像多了 人力多了起来 家人们你们都不睡觉吗 都不睡觉了 看你什么 你跟大家在说什么 没说什么 我就说你特别好 所以你能特别好 让大家多多来看你直播 多多给你鼓励加油 对吧 好 大家要多多给唐唐一些加油鼓励他 所以让他在生活当中 然后事业当中更自信一点 更开心一点 多给一些支持和鼓励 多温暖一下他 没错 哇 这么晚了 我以为晚上的话 人可能会再少一点了 怎么又多了起来 七七人啊 我们开飞机嘛 吃什么贵 这样挺好的是吧 你 对 王总人挺好的 他确实不太习惯 直播这个东西 吃点 吃吧 你再吃点 你用的是我的筷子啊 啊哈 不好意思 我拿错了 我等一下拿个新的给你 没事没事没事 我等一下拿个新的给你 这个我吃过了 嗯 没事没事 没有太多奖励 好吧 好吧 那挺好了 是不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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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不会看 你们都发现 他不会看宫廷了 我现在在吃东西 没看了 吃点东西 你吃了 你吃吧 对 笑死的 就是这种人只 嗯 这种 你你说 你说那种条件特别好的 那个女孩子 就是呃 存活在那个 嗯 童话故事里面 上次你跟我讲 就是条件特别好 什么样的那种女孩子 然后我觉得吧 嗯 就是广总 这样的男生 他也只存在童话故事里 是不是家人吧 我觉得 我觉得我 我还好吧 就是这种 这种男孩子 我觉得也是 嗯 就是 你你蛮神话的 你蛮童话的 真的 嗯 喝点水吧 因为经常说话喝点水 嗯 要不要加了 加了一点点 看看 你不是喜欢 你不是想喝温水的吗 嗯 嗯 好 我给他加了一点温水 不用不用 真不用啊 真不用啊 没事啊 就给加了点温水 不用啊 你不要加了点温水 给我这边 先不要讲实话了 对啊 讲实话不好玩了 好 你不要加点温水 嗯 有点什么 对 这种 这种男孩子 就是 就很少遇到 真的很少遇到 蛮 蛮可爱的 对 嗯 嗯 那要不有人说 有人说 有人说 你是剧本 嗯 嗯 剧本 你懂吗 不懂 什么 对吧 剧本就是说 你装的 你是假的 就是没有这么可爱的男孩子的 哎 请进 那眼睛不好 我们交不住了啊 对 我们整个走的 你这个要加点温水啊 嗯 对 嗯 嗯 我要看看 你是不是剧本 啊 嗯 嗯 我什么 我觉得 什么意思啊 我这个不太懂 真的 你不懂 这是网络用语 就是慢慢你就懂了 慢慢你就 是不是说我这人很假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还是什么 差不多吧 差不多 对 差不多就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 嗯 请进 嗯 谢谢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 嗯 你喝嘛 你喝吧 你喝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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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再给你倒一杯 没事我自己倒 好 好 好 我给你水了 辛苦了老板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 嗯 就是有一些东西 他不是说 嗯 就是说 你装 你就能装得起来的 就是要 就是 一言一行 都是要靠 自己个人真实的想法 你才能展现出来的 然后 日久见人心吧 这种东西 都日久见人心吧 嗯 就说时间久了 你就能看出 啊 这个人怎么样子的 对 人家说没有这么老实的人 就是 我觉得有时候他挺聪明的 有时候觉得他挺 挺 挺呆猛的 我觉得 对待感情要 就是 简单一点 就是 就比如说感情 他交友方面 我觉得交朋友 或者说 对待感情方面 我觉得是要 简单一点 就不需要太复杂 就是不用太聪明吧 我觉得还是简单一点就好了 就不管交朋友啊 或者说 呃 谈恋爱啊 或者干嘛的 简单一点 那我们做 做生意 肯定是要精明一点的 对吧 嗯 那做生意 如果再不精明一点 那就被坑了 是吧 嗯 是的 但交朋友嘛 交朋友还是简单一点 嗯 对 挺好的 嗯 嗯 对 不会看 不会看手机 说 说起来不好玩吗 对 快吃东西 吃完 我们走了 好 今天我也累了 我要回学校 那早点 休息吧 我们差不多走了呗 嗯 好 你再吃一点吧 嗯 不吃了 差不多吃饱了 好 好 好 那我送你回去吗 刚才你说的我送你回去 那个不算数 不要说 嗯 那不算数 你别耍赖 你不耍赖 但是 刚才明明你输了 然后是我送你回去 你还是不安全嘛 那个不算数 说话要算话 我是老板 你听我的 我是老板的你听我的 白普的你 你是老板你 我是老板你听我的 老板你也要说 送你 说送你回去 你是老板 你也要说话算数啊 你给我画饼啊 担心你安安不安全吗 是吧 不行不行不行 不能让他送我回去 家人吗 说我们家那个门口的路不好走 那么贵的车在挖了 送你到门口外 是吧 在你家附近就比较安全 好吧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好吧 就送你到家门口外嘛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安全一点 那说好了送到路口 好 可以 送到路口 然后我到家了我跟你说 可以 可以 好 好 可以 那我们走了呗 好 我们走了 家人们 嗯 拜拜 拜拜 记得加粉丝群聊天哦 加粉丝群去说悄悄话哦 明天见 明天见